好 再回到中間 這邊 這邊 阿左手OK嗎 這邊 這邊 我會這邊 在這裡 好 先正前方 正前方 好 我們再一起比開愛心的動作 好 謝謝 左手邊 左邊 左邊 二樓 二樓 探探區 現場 各位媒體自己有朋友們 各位 夾冰們大家在美國現場 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曹曜 大家午安 哈囉 謝謝媒體 媒體 大哥 亮明我們 你們好 我是太古 耶 聖誕節要到了 今天是兩位化身聖誕的天使 然後要跟孩子們一起布置聖誕樹 那自己有布置聖誕樹的經驗嗎 我有 有有有 之前還蠻好人的 就是那個 應該是說學生時期吧 我們都會在教室裡面 就在布置那個聖誕樹 所以會有在家裡自己 真的弄一顆聖誕樹 開始掛了一些經驗嗎 我家裡有 我家裡沒有耶 對 我有小的時候 小的時候因為家裡住一樓 然後爸爸那時候因為我小的時候就很愛看那小當家 然後那時候就看小當家就特別喜歡冬天 然後因為我是冬天出生 然後因為小當家就很多聖誕節的感覺 然後聖誕樹 那時候我跟爸爸講說我起來要連聖誕樹 就覺得好像世界上會有聖誕老公公 台灣會有聖誕老公公 然後台灣會下雪 然後後來那時候他們沒有錯過我這個 小朋友 換孽這樣 然後就真的弄了一個聖誕樹 然後半夜就是我床邊會有一個聖誕老公公的襪子 隔天真的就有禮物 我之後每年最喜歡最喜歡就是聖誕節 那我知道他小時候的禮物一定都很小 因為襪子其實不會大這樣 可是那時候很難過耶 就光收到那個勾勾到勾勾的那個拐杖 那個糖果 我就開心到不喜歡 那還記得說那個時候許願的時候 是寫希望什麼樣的禮物嗎 我的部分是 我還跟那個自己的神子談 然後就拜拜說可以下雪嗎 每一年就是我每一年在那個 好特別我好想看他那個畫面就拜拜的時候 因為拜標是希望台灣可以下雪 我跟土地公爺爺講 其實我們家自己有派的土地公 對 然後就說想要台灣可以下雪拜託 那時候就想說這件事情一定會成正 就一直在想什麼時候寒冷的時候 泰山一想要會下雪 然後一直到長大才發現 我小時候好大雪 誰送到我們櫃 不是太蠢喔 不是太蠢喔 一怪人拿出去你就覺得你很帥這樣子 對因為我以前很喜歡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就一直很喜歡 搜的那個鉛筆盒 然後各式各樣的文具用品 對 就長大之後 長大願望就應該比較實際一點 長大喔 因為其實後來長大我們就 開始在工作什麼的 然後大部分都是希望 能夠賺多一點錢 對 祈求平安錢 所以大部分都長大的時候 就變成自己在送生的那種 就變成是會一起參加那種交換的 對 對 就跟朋友一起聚會 對 有看到最瞎的那個聖誕禮物嗎 我之前好像 你有這一下嗎 那個 你說最瞎的嗎 最瞎好像是送一個什麼 假屁股的褲子 你知道很流行 我知道有一種短褲 然後突然露個屁股在外面 不是不是不是 是那種給那種 女生穿禮服用的 然後他就是他很重 因為他那個褲子啊 然後他裡面就會有一大片矽膠 然後就是那個屁股會特別翹那種 對對對 就是那種褲子 翹臀褲 翹臀褲 我有類似的 我有收過就是類似之前有增高鞋墊 但是肉胎色 所以他看不出來你身高多少 他就穿著襪子裡 可是因為那個的可能材質不太好 所以踩起來是會歪 就是你會硬拐硬拐的 就不太好 所以這算是最殺人生的 你有收過電玩牌嗎 電玩牌還不錯啊 蠻使用的啊 電玩牌嗎 我還聽過有人說過三色洞 三色洞 你說吃炒飯那個三色洞 然後就一盒冷凍 那我今年收到一個那個 我自己覺得蠻蝦的 是 泡泡浴 為什麼蝦嗎 因為我們家沒有浴缸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很 那就泡手啊 放到洗臉台這樣子泡了 你可以拿出去如果去旅行幹嘛 再來去浴缸 就是很壯 我那時候收到這麼大的一瓶 很大的 很大很小 好 那自己今年有沒有準備 現在有禮物給朋友或家人 今年嗎 因為今年好像 因為最近在宣傳池 所以一直在那個 在跑各大電台跟活動什麼節目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跟宣傳大哥 然後跟經濟人一起度過吧 我們去吃個飯之類的 交換別人 我現在就越來越實際了 對耶 這已經是邁入老人 老年人的想法了 對啊 所以今天我們就把現場變為童真 我們要來佈置聖誕樹 我們先請求我們把聖誕樹 還有今天所有的裝飾品 那個有說到那個 就是發現聖誕節 就是台灣可能會下雪啊 有聖誕老公 那什麼時候發現 是不是有謊言 到開始讀書的時候 國小 大概國中 我到國中才 後來才發現 天啊 台灣的氣候是不可能下雪的 當然一見到高山的時候才有可能 所以直到小六還在覺得 台灣有聖誕老公 嗯 還在活在那個夢裡面 那發現這個謊言 你是不是有心情 但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因為我回去有跟同班同學討論 然後同班同學說 我也有許國願耶 但是後來發現不可能 對 台灣有說出什麼 比較特殊回憶的聖誕節 聖誕 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我剛剛是說有那個 增高斜點 透明 像那種 膚色的 收到的時候有沒有大衣還是大型 就覺得 欸好像蠻會用的到喔 後來試用的時候發現 材質不優 後來就覺得才是爛禮物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女生嘛 通常在工作上 像我們穿靴子啊 或者是身高不太夠的時候 就需要 後來覺得那應該不錯 但後來材質真的 網路上的那種 不ok 不ok 對 我嗎 我應該是說 收到很好笑的禮物吧 我剛剛有講那個什麼三色痘 對 他就墊屁股 我也不需要 我不需要 然後 還有什麼 因為我記得 有一次是那個 因為我們 同學 有人是 後來是念那個什麼 護理科的 然後他在交禮物的時候 就是我們急救箱 對打開是急救箱 而且是很齊全的 裡面有那種什麼 可是感覺蠻好的 對其實蠻深 裡面還有什麼 生理食鹹水啊 然後點酒啊 然後酒精什麼之類 還有那個 ok棒什麼 其實也蠻好用的 我覺得 可是如果收到 我已經覺得是爛禮物 太觸眉頭了 啊觸眉頭嗎 沒有 我覺得一件事情有兩面人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蠻好笑的 然後他最近推出 是不是新的歌 嗯 這樣子聖誕節回來 還有辦法直接 用在座下 還是急得出時間耶 因為我們才 昨天還前天 跟青春的那一群朋友們 就是交換禮物 喔 所以就有聚到 嗯 感覺蠻開心 好話最近有人 網路上說 你是藍藍女神中 最正的一位 看到這個人新聞 我有看到 那對這個新聞 有什麼反應 我真的真的覺得 每個人有每個人 自己的審美觀啦 但我覺得都很漂亮 嗯 真的都很漂亮 但我真的蠻感謝 就是 默默就是在年底的時候 有一堆投票 網路的投票 然後 其實還蠻看到 蠻多人 我那些投票 都還在榜上 我覺得蠻開心的 嗯 自己信中的女神是誰 林怡辰 喔 漂亮的妻子 對 對 那最近就是跟洪正 有在節目上談戀 哪一家覺得談戀 不一樣 喔 我覺得他人蠻好的 就是他 原本以為 就是比較冷酷冷冰一點的男生 嗯 沒想到他可能 是因為裡面的隊長吧 special隊長 所以在合作上來說 他就是有領隊的感覺 然後有 蠻有安全感的 嗯 很棒 有被他電到的那個moment 電到當下有啦 電到當下有啦 就是因為他們 就有一個預告就是我 突然間被撩 因為以為他不會是做這種事情的男生 喔 結果後來他就出其不意 確實是有被電到了一下 對 所以有點小心動 那後來會不會生氣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 因為那個是合作我們戀愛吧 就是 一種練習愛情 嗯 就蠻好玩的一個工作 對 那那練習愛情 你自己有沒有給對方什麼 那種特殊或溫暖的一種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給驚喜的人 因為我本身自己也不太愛 接收到驚喜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反應就比較會很真實 就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所以我就覺得驚喜度來說 就反而是驚嚇 所以他驚喜變驚嚇 對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會這樣子對別人 喔 那雅雯越來越漂亮 有沒有 沒有希望可以在未來的網路上被上榜 被上榜嗎 被上榜嗎 我覺得 我還好 因為我太Man了 啊 你就個性嗎 對我個性比較Man一點 那可能對我比較沒有什麼想像吧 還是什麼的 因為我很大啦啦 對啊 但是如果有上 所以我還更有想像 欸真的嗎 對啊 就是因為會有反差感 反差很萌之類的 對之類的 對我其實應該也還好 就想說如果真的有 有機會上這個 我應該覺得蠻有趣的 對啊我最近在做創作表手 兩位未來你們基本合作到 因為這張 我這張專輯是全創作 對然後 我也有寫過語歌 其實 也有可以合作 然後你不是說你 欸你之前不是有在節目上唱台嗎 對 對 所以我們應該 我覺得可以耶 我們可以先一個短合作是翻白眼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這張專輯其實很愛翻白眼 對我收集了很多 各大電台DJ的白眼照 對 非常謝謝他們很配合 這樣 好我覺得可以耶 有機會可以合作 嗯 那張專輯還有機會跟粉絲見面 粉絲見面嗎 因為我在12月26號就是在那個Easy Vibe的音樂餐廳 有辦一個很小型的音樂會 因為我幾乎是每年都會辦一次這種比較小型可以互動的 就可以跟粉絲們啊聊聊天 然後唱唱歌 其實我比較喜歡那種很近距離的互動式的那種演唱 對 所以我今年就是在12月26號在那個Easy Vibe餐廳裡面 對下午下午4點到6點 嗯 最近也就是很不錯啊 會不會擔心收入的兵分 你會嗎 其實因為我本身就有在春天 所以其實收入就沒有那麼怕 但是當然還是 因為出來工作長大了 一定是希望能夠賺錢 對啊 對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 其實疫情這一次大家都很辛苦啦 嗯 所以不是只有怎麼講啊 就是 對啊 現在很多好像尾牙 好像有的開始要舉辦成線上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玩 就是 可能有一些家庭就是可以在家裡 然後看那個視訊 就線上尾牙 還可以跟家人團聚 其實我也覺得還蠻好的 另外一種方式 對啊 那你們跨年的演出會不會擔心 跨年的演出就取消了 那你們在哪裡跨年的演出呢 我在金門 我在宜蘭雙站 哦 只是也看政府的那個決定 我們也是當然是全面配合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今天有看到那個新聞說 嗯 前一天也有可能才通知 前一天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盡量配合 因為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對 而且我們以後還有機會啊 還有機會再辦啊 沒錯